夏至由于太阳的照射时间最长 阳气最醒 于是夏天将会爆发 最热的节气即将来临 传统上在夏至有饮用荔枝酒的杂组 深信以毒攻毒是下火之物 每到夏至 亦是荔枝踏入当造的时间 华姐的外公经常会上山彩虐 甚至跌打酒和补身酒 上一代相计离世 浸酒的技艺几乎失存 为了保留这份传统 所以华姐每一年都会用当造水果浸酒 不时不食 今天我们就跟着她去到湾仔新街市买荔枝 她说其实任何品种的荔枝都可以用来浸酒 荔枝味重不重 还有甜不甜 它会直接影响到酒的味道 浸酒的方法很简单 先要预备以下的材料 品到她的味道就用酒去保存 令到她的食用期可以长一点 我们可以生命一点 除了用米酒去釀製 可以试试用清酒 又或者试试用韩国米酒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浸一个自己味道的荔枝酒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